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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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快点 快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总够一百二十人 从那天起 大儿子就不再和安宁固这样的弟弟去楼下Seven了 因为弟弟每一次去Seven一定会去碰那一头大笨驴 有几次 我跟大儿子说 你要感激老天给你这样的弟弟磨练你的脸皮 太害羞了 这将来会吃很多苦头的 又来了 爸比 我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安静的弟弟 我带端端去公园66的时候 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在大树下 当我去逛漫画店的时候 他可以不讲话帮我提两单漫画书回家 我记得他两岁时 妈妈刚生弟弟 我带他去医院探亲 站在电梯里挤在人群中 我发现他头捶得低低的 事实上没有人在看他呀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害羞是一种体质 并非是性格 不好意思啊 当我一转头 大儿子原本已经有避世恐慌症 被我这一劈击中 缺氧得更严重了 我们来吃葱抓饼好不好啊 哦 好 老板三块饼 又来了 好可爱啊 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给你吃 阿比 你亲眼看到了吧 不是我宅 是因为我有安宁古这样的弟弟 还有 才有我今天这样的人格 爸 阿比 你看哥哥每次都这样把我丢下不管 要是有一天 我和哥哥被抓去土匪窝 他一定会把我弃之而不顾 我只是个小学生 不会啦 以你的个性 一定会和整座山寨里的土匪 混成好朋友 说不定有一天他们老大死了 你还被推举成新老大 这样子你就可以上我们全家了 好像不错 如果能把一只大笨驴 在山寨里给我那班兄弟 他们一定超爱我的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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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